在漢光演習的即將展開的這段期間 又看到說蔡英文要帶頭 落跑 這是什麼挖狗 而且我記得這種消息好像不是第一次 之前就曾經 每次要演習的時候 就蔡英文要落跑 蔡英文要落跑 漢光演習 如果聽到大家都很接聽過 如果真的去看 我看是沒幾個 在日本人我有這個機會 日空年的時候 來到現場參觀 那天很好玩 那天民進黨黨團 日空年黨團 假黨 大家人都要去 跟我們兩個人不用去 一個叫做副院長因為拍班 院長在裡面租起 副院長蔡吉昌在外面 第二個就是我 我不是民進黨的 所以我們兩個 在那次 領先保護蔡總統 然後他就在我們所謂的甲南海灘 也是共軍可能登陸的其中一個點 那甲南就是在大甲南邊叫甲南 那那一次我自己 因為過去我有當過兵 然後作為國軍的一份子 那一天到現場 我才知道台灣真的是比大家想像的 不管在軍火上 裝備上 以及金石面上在蔡英文領導 我們說蔡英文是近幾年最關心國防的總統 也不為過 從他去關心到器材設備 包含了這個 服裝開始 國際地位 營區 對 共同演練等等 我們也時不時會聽到 奇怪 那個山洞怎麼會有美軍 那個山上怎麼又有美軍 那個什麼什麼指揮所怎麼又有美軍 都有意無意連澎湖喝個酒都會不小心打到美軍 怕死 台灣怎麼說那麼多美軍 那就表示什麼 真正檯面下的合作一直很密切的在進行 這就是蔡英文的特色 所以秦賊先秦王 在中共的眼中 台灣三天一小鬧 五天一大鬧 對他們來講就是一個海盜海賊國家 要抓這個海賊的國王就是蔡英文 所以輿論戰要先洗什麼 對 海賊王蔡英文 原來是你 魯夫 好 所以他們要先洗什麼 就要洗說這個人怕死 這個人不敢打 這個打一定逃亡 美國會派什麼空軍一號 二號 四號 五號 六號 進來追他 進來把他帶出去 保留台灣最後的命脈 這個就叫認知作戰 我們看這個新聞 蔡英文逃命 這個是中國官媒帶頭散播的假消息 其實在這一種 其實蔡英文在他當總統的過程裡面 已經有太多類似這樣的消息出來 那我當時在當立委的時候 我就一直要求國防部 國防部當時跟我說 我們未來會成立權動署 你跟權動署講 等到權動署成立的時候 我跟權動署講 權動署一直偷偷偷偷偷到 我被罷免了 現在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我要求他做一件事情 瑞典 以色列 包含烏克蘭 這一些臨近戰爭 戰爭潛在危機非常高的國家 而且剛剛講的那幾個是相對文明的 如果你要跟一些中東的地方比起來的話 或者是比較貧窮的地方 這些文明的國家一定會幹一件事情 什麼 叫做全民國防手冊 一家一戶發一本 你看要盯在冰箱上放在馬頭邊掛在門口 裡面有包含天災人禍須知事項 然後包含敵我的軍裝識別 還有這個戰爭配備火車飛機識別 那最重要的是一定會有一句總統的話 或是部長的話 比如說瑞典他們就會寫 政府絕不投降 這句話多重要 你看烏克蘭跟俄羅斯打起來的時候 俄羅斯他們一直騎什麼 投降了 他們還拿什麼 哲倫斯基的Deep Face 他用哲倫斯基的身為影片 在那邊 我們要投降了 我們烏克蘭打不過 那他們國家這麼大沒逃亡 沒有 他沒有用台語 但是他就會用這種方式來製造混亂 我們在平時的時候 就讓大家知道說政府絕不投降 總統絕不逃亡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做這些 國務官部沒有做這件事情 那民眾當然就不知道 對老百姓來講 過去三五十年 那個國民黨統治的時候 是說我們要拼經濟 所以進入民主化時代 還是有很大部分人 在懷念拼經濟的時光 拼經濟的意思就是 你什麼事都不要管 你國防你不要管 外交不要管 台灣本土意識你不要管 你就探錢就好了 這是要拼經濟嘛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對國防的認知不夠 他以為總統真的會逃亡 他會投降逃亡 你看太生氣 字都講在一起 所以這種假訊息會有用 是在於人民對政治的莫不關心 如果我們知道的話 他跑 三軍的統帥都跑了 三軍要怎麼指揮 他跑了 台灣要怎麼抵抗 責任實際到現在 你看他很刻意的穿軍裝 去到各個國會遊說 裝備對空設施 他就是希望能夠保住烏克蘭 他失去烏克蘭 他就不是什麼總統了 他就什麼都不是了 蔡英文至於台灣也是一樣 他不會因為他要卸任 那你們到底事了 不像馬英九好不好 來 這個是路透社委託了台灣非政府組織 他說從2021年6月開始 由中共控制的媒體首先發布 迅速被其他官方轉載 其實這邊林林總總講的 大部分意思就是說 400多天報導 114人民日報 大概170是香港 130是福建福州 福建日報的台海網 琳琳琳琳琳 還有社群媒體的九十 這些意思 很多耶 只有一個我跟大家講 台灣是真的冠軍 台灣連續九年拿到一個冠軍 台灣連續九年獲得五眼聯盟 包含相關認證配合大學 全世界假訊息 攻擊量最大的就是台灣 連續九年 所以有些人在講 認知作戰 沒有啦 認知作戰那些都民進黨的 假訊息 你自己不會查的假訊息 不是 我們就是被攻擊最多的 你不覺得是 這個就是假訊息 所以你不覺得是 這件事情很重要 最後我要跟大家講 這裡面最噁心的也是剛好 我們今天那個 有一個叫馬英九 馬英九就是在業配 業配 業配統一這個商品 業配這些嗎 不是7-11那個商品 因為這個是如果從外面來的講 我們大概就會覺得 那都簡體字耶 那什麼台灣 那個外面 他故意用一個台字好像有耶 但是在研究深一點會發現 可是馬英九是台灣人 至少邏輯上是 但是他每天在講說 統一很棒棒 去那個中國拍一個業配旅程 有沒有 Vlog 我們都中國人 去到陝西看 國民黨怎麼被西安事變 去到廣州看到 國共合作如何破裂 一方面去中國 吐了業配統一這個商品 那一方面也看 國民黨如何被共產黨 裂解的過程 可是最重要是什麼 他用台灣人的嘴巴 在講這些事情 在做業配統一的動作 會讓台灣人失去警戒 所以這些藍營人士 其實他們就是內應者對不對 我跟你講有拿錢就是業配 沒拿錢就是義工 有拿錢就是中國的業配 統一商品的業配 不是食品喔 那不簡單 用格 但是如果沒有拿錢的 就是統一的義工 所以這些人 我不知道啦 我很難理解 就是講這個對他們是 一點好處都沒有 那包含傅崑奇去唱賀 如果蔡英文逃命這件事情 歷史上真的會討的 只有國民黨 對 蔡英文在台灣 我就講中正嗎 海巡也好 這個各個軍艦戰備部隊 他現在開始 我們那天在聊的那個 海巡的艦艇 他弄了五六艘 以前都是什麼什麼什麼 中國什麼江 現在都用台灣的江 他就是這裡為基地 怎麼會討 真正台灣歷史上 唯一落跑過的政黨 就是國民黨 對 然後他們還要美化逃亡 然後叫做轉進 轉台 轉台 轉進 不可以轉台 好不好 鎖定九四 當然要鎖定 所以總之 如果你對政治高度關心的話 我有時候真的覺得 國家社會的路 社會的路線大概不一樣 這個很正常 你覺得民進黨做得不夠好 你希望其他人來監督 這些都會很正常 可是國家的議題 每一次 王國港不是我們製造的 其實都是這些人製造的 還不怕 蔡英文就在逃命 這個不是傅昆奇製造的嗎 對 任何一個 反黑金 結果傅昆奇當總召 那不覺得國民黨怪怪的嗎 沒錯 所以概念是這樣子 我們持續的關心 然後我們也持續的追蹤 好 感謝 感謝三區的解說 為什麼會有什麼逃命路線的傳言 這就表示有一群人對於演習狀況外 那麼國民黨其實這方面的內行人很多 他故意不問 什麼叫做逃亡路線 不叫逃亡路線 第一時間漢光演習前面還有一個演習 叫做玉山兵推 那個叫政經兵推 就是把整體政府的指揮機制 由平時轉為戰時 所有的部會都有一個定位 那如何從總統府轉移到我們的作戰指揮所的意思 這叫做作戰指揮轉移 所以說外行人故意把他說 你看他在逃命 你發生外面的槍戰 你傻乎乎在那邊來打我 打我 他要在一個安全環境裡面做指揮 繼續做整體中華民國未來抵抗 或者是保衛台灣的作戰指揮 這哪叫逃命 習近平有本事 有狀況的時候 你結果站在天安門那邊說 我在這裡你來打我 笨蛋才會這樣 打我 對啊 只有笨蛋才會這樣 所以說這些軍盲 你也真是夠了